大家好 那么昨天俄罗斯总理米舒斯金 签署了一项法令 批准 就是俄罗斯与哈萨克斯坦的 弹道导弹攻击预警系统 使用的巴尔喀什雷达战 将要退出的谈判 退出协议的谈判 签署了批准了这项法令 就是将不与哈萨克斯坦合作 这个巴尔喀什雷达战 那么俄罗斯政府的决定 在法律信息官方网站上已经发布了 终止 俄罗斯终止与哈萨克斯坦的决定 必须得到俄罗斯国家杜马的批准 他在俄罗斯副国防部长 叫尼古拉潘科夫为代表将进行谈判 就是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 就是大家知道哈萨克斯坦 它有一个雷达战 是俄罗斯的弹道导弹预警雷达 那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准备 终止这个预警雷达 这个雷达战 叫巴尔喀什 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的 这个弹道导弹攻击预警系统 使用的这个巴尔喀什雷达战 这个协议 是在2015年11月28号获得批准的 时间也不长 巴尔喀什这个雷达战 主要是运行的是这个1974年建成的这个雷达 1974年制造的雷达 设计主要用于监控导弹 弹道导弹预警 13年在位于俄罗斯的这个奥伦堡地区 奥尔斯克市30公里 俄罗斯开始建造新一代的远程雷达战 这个功能呢 为就是为了替代和执行 代替哈萨克斯坦的这个地涅伯这个雷达战 大家不知道这个2015年 奥伦堡这个雷达战建成 那么2017年俄罗斯航空司令部 亚历山大格洛夫科上将在接受 采访的时候说 奥伦堡地区的这个沃洛涅日 M雷达 将投入并投入战斗执勤任务 为俄罗斯的弹道导弹预警系统 投入战斗执勤任务 就是2015年的时候 俄罗斯有了自己领土内的 这个弹道导弹预警 因为它是俄文原文 它有上下文 我现在就给你大概解释一遍 就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 之前使用的这个雷达战 实际上是前苏联 1974年那个时期的 就是弹道导弹预警系统 是非常老旧的 俄罗斯又更新了 在2015年的时候更新了 13年开建 在哪呢 在奥伦堡 奥尔斯克 它也是在这个俄罗斯的南部地区 哈萨克斯坦附近吧 但是在俄罗斯领土内 以前在哈萨克斯坦 使用的这个巴尔喀什 这个雷达战呢 是因为属于在别国领土方面内 这样的话 对于自己的雷达预警 有了一定的这个影响 所以呢 俄罗斯要替代 沃罗涅日雷达 这是最新型的一种雷达 叫沃罗涅日雷达 那么攻击这个预警系统啊 只在提高检测 对俄罗斯导弹的攻击的检测性 大家都知道美国有雷达 也是弹道导弹预警 但是在哈萨克斯坦和这个俄罗斯 这个附近呢 这个导弹 针对主要是谁 大家不言而喻 针对是中国 所以我觉得这个新闻呢 我值得报一报 这是关于咱们中国的 现在有能力啊 就是我之前一直说 有能力在 就是对俄罗斯的腹地 俄罗斯的腹地 像刚才讲的奥伦堡 叶卡吉林堡和这个 喀山这些地区 这都是俄罗斯重工业地区啊 什么AK生产基地 是吧 坦克的生产基地都在这 夏诺哥罗德 对吧 还有俄罗斯那个叫什么 秋名这些地区 石油的主要地区 这是俄罗斯的腹地啊 这就是俄罗斯腹地 这些地区 唯一能威胁到它的是谁啊 中国嘛 那俄罗斯这个地区 部署这个反导雷达 其实也就是针对中国的 弹道导弹 那这一个变化 也就说明什么 俄罗斯 对于弹道导弹的威胁 也是非常关注的 就是中俄之间也是有 互相之间的对抗的 这个雷达大家不要以为 就很就是功能很弱啊 它是非常强大的 它可以监测到这个 你的所有的啊 任何一个发射 有异常 它马上会形成预警信号 会连到整个俄罗斯 全国境内的这个 弹道导弹发射界 如果知道是弹道导弹啊 有攻击 遭受攻击了 它会命令 所有的导弹发射 这也是人类 有核武器以后 一个共通的 美国也有 中国实际也有 这就是之前我画那个地图啊 你看 俄罗斯能威胁到 美国的这个加利福尼亚 对吧 威胁到加拿大 威胁到美国加利福尼亚 也是腹地 也把美国的腹地 也能威胁到 中国能威胁到 俄罗斯的腹地 通过新疆 你看地图上 新疆那个地区 就可以威胁到俄罗斯的腹地 而美国呢 又能威胁到哪呢 威胁到中国的腹地 它在日本有驻军 你看这些国家之间 大国之间 它是互相制决 互相形成一种稳定 这个世界稳定了 对吧 所以你可以看到 俄罗斯与中国之间 也是在这个 我之前讲的地图那 互相之间有攻防 但是 俄罗斯和中国之间 为什么不像美国和中国之间 这么针锋相对 道理很简单 咱们是邻居 邻居啊 就是说 我不用向美国跨越大西洋 我再打你 跨越太平洋 我去打你 咱们两个之间 是有边界的 就离得太近 我想打你很容易 俄罗斯同样 想打中国也容易 这样的话 因为双方打对方 互相太容易了 就像好像两个人 都没有穿防弹衣 都是赤裸着 拿着枪互相瞄准 所以双方就 一般不会开火 都知道 开火的结果 明白吗 隔着远了 瞄一下 打一枪试试 隔得越远 其实互相之间 越危险 而中俄之间 没有像美俄之间 那样的竞争 那样的对抗 因为啥 离的距离啊 有点远 所以双方呢 就可以瞄一瞄 试一试 这我觉得也是对中国 比较好的一点 就是双方呢 不需要那种 特别先进的武器 就能打到对方 是吧 开个坦克 跨过边境 你也就过去了 就双方是邻居嘛 太近了 反而让什么 让中俄之间 稳定下来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 这种近距离的交火 就是互相都毁灭 所以双方又没有那么 针锋枪队 而你看俄国和美国 美国和中国 对不对 美国反而成为了 最远的那一刻 因为他 他在南美洲 在美洲大陆 离中国俄国都相对远 所以双方呢 都对他 使用什么 最高级的手段 使用举机枪 举他 对吧 反而更紧张一些 这就是我说 这世界 你看这个各种 大国之间的地缘政治 你会觉得非常有趣 今天就是看了一下 俄国这个新闻 我觉得非常有趣 那么未来呢 哈萨克斯坦 终止了与俄罗斯的 这个雷达战 终止了这个雷达战 我觉得意义深远 就说明什么 哈萨克斯坦 已经去苏联化 就不再为俄国提供 有一些这个 弹道导弹方面的支持 也就说明什么 哈萨克斯坦 逐渐退出了 与这个中俄之间 竞争的一个 中间地带 他不想参与 他不想参与到 中俄之间的竞争 那我觉得对中国是好事 对吧 那毕竟有一个国家 他不参与到 中俄之间的这种竞争 这种排兵不振 对哈萨克斯坦来说是好的 对中国也是好的 对吧 哈萨克斯坦这个雷达战 我告诉大家 他当时苏联 哈萨克斯坦属于苏联 这个雷达战 可以扫到南半球 啊不 扫到印度南亚次大陆 就印度有一些 布设这个装备啊 还有一些导弹的发射 用哈萨克斯坦的雷达战 都能知道 所以你可以看到 但是俄罗斯没了哈萨克斯坦这个雷达战 他可能受一点影响 但影响不大 因为我看了奥伦堡那个地区啊 实际上也是位置可以 也不影响 毕竟啊 这个现在来看主要的威胁 还是来自于中国这边 弹道导弹 能威胁到哈萨克斯的 还是这边 所以呢 他现在往回退一退 退到 奥伦堡 也是可以理解的 像伊朗 伊朗的导弹 他也能监测到 所以我觉得呢 这个事啊 其实对中国是件大事 首先说明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 没有战略导弹这方面的义务了 也没有合作了 或者是合作已经减小了 哈萨克斯坦逐渐退出了 哈萨克斯坦现在换了一个新的总统啊 这新的总统是 与中国关系非常近的 与俄国关系呢 稍微的疏远一些 不像前任总统啊 这个纳扎尔巴耶夫 是非常亲俄的啊 他是亲俄 然后呢 在与中国做搞关系 新上的这个呢 是亲中 在与俄国搞关系 所以这个关系不一样 但是哈萨克斯坦呢 他因为他自己国内的问题 还有自己主权的问题 他一定是要与什么 要与中国和俄国都要有一些距离的 你不要以为哈萨克斯坦亲中 他就什么都向着你中国 也不是那样 他一定要与中国和俄国都保持距离 才能表现出自己的独立性 那我觉得这一次啊 他与俄罗斯啊 终止这个弹道导弹 这个雷达战 这个协议 其实就是什么 就是一种独立性的表现 那么 这个新闻呢 大概就说完了 我觉得这个 是大事啊 这个应该是 如果不关心军事的啊 可能不知道 以为这是个小事 其实关心军事的 这是大事 这个是关系到弹道导弹预警系统的 重新部署问题 这是大事啊 以后有这方面的新闻 我再给大家说